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是太平洋专义的Ginnywood 你的建筑设计师 今天在开始之前 请大家给我们一个赞好 而且把那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 那以后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其他的频道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解说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次客户 看了我们其他频道的时候 有问我们这个抒情的 也就是上一次我们有其中一个频道 我们讲了关于 我应该找architect 还是找一个快途师 那今天呢 我们讲了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说延伸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那如果居民 我决定要做要算一个architect 或者是快途师也好 但是还是好多的人算 有不同的建筑师 也有不同的快途员 我怎么去算呢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适合我呢 今天我用几方面去让owner 去让那个房东 去比较一下 用来做一个参考点 去想或者去衡量你这个 算的那个设计专业人士 是不是适合你 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那个选择那个建筑师 或者是会图员 或者是工程师那个专业人士 是不是可靠 说到底对不对 我们想做一个project 我上一次讲过吧 其中考虑你要选什么人呢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就是可不可靠 所谓可不可靠就是说 他到底能不能把我的project做好 之前有说过嘛 如果他收了钱 拖了五年两三年 把那个项目还拿不下来 做不下来的话 那就不可靠是不是 那当然了好了 那我怎么知道他行不行呢 那有几限下呢 我跟大家分享 是从四个方向来看 做衡量的 那你就可以比较一下 或者是自己去查一下 那第一个最基础的 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 或者是双业的实物实体 意思是说 到底他有没有牌照 那牌照有两种 一个就是你公司的双业牌照 就是business license 那另外一个 那如果你是找的那个人是 有建筑师工程师理学顾问 他是不是一个 有专业执照的architect 专业执照的engineer licensed architect或者是engineer 我怎么去找呢 你有他的名字 或者你有他的名片 对吧 所以你可以要上到 那两个网站 一个就是查 他那个双业牌照的 也可以上网站的查 另外一个呢 也是可以查他的专业 就是专业执照的 就是查 你有没有professional license 两个网站 你上面一打他名字 那你就可以翻出来 到底有没有这个公司 名片上面的公司名字 人的名字 有没有牌照 OK 那这个是最基础的 如果你翻出来 这个人牌照没了 双业牌照也没了 那你又想他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 那虽然我们知道 的确有一次 比如说part time 或者是他们做 我们叫moonlight side job的architect 或者是engineer 他们去在自己的白天的工作以外 另外在自己的空域时间办人做 但是好像这样子了 他可能就没有双业牌照 但是可能啊 但是呢 他们可能应该也有一个专业牌照吧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他又没有牌照 又自己有一份工 又只是part time 出来帮你做的话 那就是你考虑的地方了 你是不是想找一个人 他只有一份工 只是有空才出来帮你做 而且没有双业牌照 也没有专业牌照的人 你是不是想找他帮你做呢 OK 那第二 公司的网站 如果一个正式的 出来做生意的architect engineer也好 一般现在都会有他们自己公司的名字 在影片上面 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自己的网站 那今天到近时间的这个时代 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公司 一个实体的公司的话 特别是专业的公司 有他自己的网站 我可以说是很基本的东西 不是说很过分 是要很高当才会有自己的那个网站 现在今天呢 我们大家都会同意 很普通的一个公司 他应该都有自己的网站 那你就看 他的网站上面呢 有什么资料 提供了什么信息 有没有地址 比如公司有没有地址 电邮是什么 电邮还是很重要的 电邮就是说你看的电邮 是用他公司的网站 电邮还是说用什么Yahoo Hotmail Gmail等等那种的 那种Email 就是说免费Email 等等 李斯宁有提供 就是说那个人 那家公司 都到底有多认证 去处理他的公司 做说去成立他的公司 还有公司的历史 我们网站上面 很多时候会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的 包括说我们公司 从什么时候开始 会做什么project 对吧 还有很中间上面呢 还有一样很重要的 一般在Architect 他们网站上面呢 都会有他以前做过的项目 那你就在上面开的时候 就会知道 哦 原来这个建筑是一个设计师 他之前是可以做什么 来源类型的项目 那个在网站上面呢 你能看到很多间的信息 也是对理会上去考虑 这个是适不适合 我的那个项目的Architect 因为我说是Architect 是专门是做豪宅的 没有Architect 那是专门是做商业的 就是说什么餐馆啊 是办公司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 想要看适不适合你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看那个客户 在那个客户的回馈反应 或者是投诉 我们是怎么说回馈反应呢 很简单啊 我们在那个社交媒体 那个社交媒体上面 你看他那个公司 有没有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 有他的主页 比如说什么Facebook啊 Howis.com啊 Yelp啊 Google 你去search 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个人 或者是找他的公司 有的话 在下面好多人说 写他们的那个回馈 他们的feedback 就是我说 我用过这个Architect啊 我用过这个Engineer啊 好 不好 你看几个新这样子 那种是很一手 第一手的回馈 就是Enware 或者是Client 曾经用过这个Architect 然后直接写他们的那个feedback 对不对就很很直接 你也是 也是一个帮助是 好还是不好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想查那个Architect 或者Engineer 只有license 只有有牌才 有一个有没有收过人投书呢 我们有一个网站 我们叫RICO 也叫LICO 你怎么还有上面有网站 你可以上去上面去搜一下 搜一下 就知道那个人 那个专业的建筑师 或者是工程师 有没有经过什么官司 比如说我们投书 他说不好啊怎么样的 你上面就有那个 如果有的话 你会全部会看到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当面的面谈 还有一个Interview 当面跟那个公司去面谈 然后还有了 透过那个专业的那个推荐 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 说到底了 你看过很多资料的时候呢 你面谈还是很重要 就是说你当面问那个建筑师 或者是那个工程师 或者是馈徒人也好 他曾做什么的工作项目 而且他的服务力里面 包括有什么 能够做什么 给费用的范围 sample work 他可能有些有很旧的图 好像比方 我之前有客人问我 Jiny有没有什么 你做过的设计 我是能去看一下的 那我跟以前的客人 有些很好的关系 我就会问客人 某某我有一个客人 他想去 可不可以来看看你的方式 因为是我设计的 他很有兴趣 那客人有时候会说 可以可以来看 那我就约他们来去看 或者是他们开车会经过 那那种呢 就是事实上那种 也是很直观 就是他能接触到我的客人 然后客人直接跟他说 Jiny你跟我设计这样子 那那种呢 也是给 不单是给那个credit 而且呢 也给了新的客人 他们一个信息 那当然那些很多的参考 也是非常有用 另外一个就是 你有没有问过当地 比如说其他的 contractor 那个承包商的那个推荐 contractor呢 他们一般都有跟不同的 那个architect engineer 或者是Jasmine 可以有那个联系 有合作 但是有些时候呢 如果跟那个contractor 你也可以问他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architect 有没有听过这个engineer 有没有听过这个会图员 或者是你手上 有没有跟哪一个architect 合作多的 你觉得可以推荐过来的 有些手机推荐很好 因为contractor 他们这个图 那个design 设计做完了 图做完了 那谁去负责 就是那个contractor 对他们来说 好的图 好的architect 他们呢 犯出的机会会少 而且在做房子的时候容易 很多时候清楚 有一次会图员 或者是object 做的图 不清不楚的 或者是犯出很多的 很多contractor 他们试过以后 他也不愿意 跟那种architect 或者engineer去合作 因为contractor很简单 对他们来说 谁画的图又清楚 又好看 容易明白的 充少的 他就在他们里面 他们眼中里面就觉得 这个architect好 因为他没犯错 他画完图 我们计算材料 计算实算 全都很准确的 他们就觉得 那个architect是好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专一的推荐 也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好 可以借鉴 所以你可以 如果遇到contractor 你也可以问他 有没有什么推荐 然后呢 再经过刚才四方面的 去调查 去搜寻一下 你可以有一个好的 比较好的意见 和概念 你应该怎么去衡量 去算你的设计专业 那如果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直接的电邮给我们 发电邮给我们 我们可以 有可能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的回顶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